隋朝的使人大王朱灿 一名小将的起定造反之路 为非作歹的一生 灿为鲜明美好之一 今天的这位主角姓朱明灿 而她的一生 可并不是那么光明灿烂 甚至可以说是丑恶肮脏 朱灿周成妇人也 博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 历史上著名的春秋名将吴子虚 就胜于此地 吴子虚的一生光明磊落幽国幽民 朱灿就与同处异于的吴子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朱灿原为隋朝成妇献左使 只为相当于现在的客源 她在历史上以吃人而闻名 甚至吃人还吃出了讲究 她认为小孩的肉 最为美味吃起来最为鲜美 称之为和骨烂 意为炖肉之食 可以连骨带肉一起煮烂 吃起来更是入口即化 口感十分绵软 其次为年轻女人的肉 她称之为不羡羊 因为这种肉的味道比羊肉还鲜美 排在最似的为老人的肉 她称之为饶把火 因为这种肉很老很柴 只有加把火才能将其煮烂 而她最爱吃的就是不羡羊 说到这就有一个 她不得不说的故事 相传她有一位国色天香的妃子 一日她在跟妃子嬉戏 朱灿便突发奇想 这美人的肌肤吹弹可破 是不是她的肉也同样美味至极 于是她便问爱妃 你可知道什么是人间美味啊 妃子说不知 而朱灿却回答道 人肉 妃子则表示不相信 她又说道 那如果能吃的话 爱妃愿意给真吃吗 妃子以为朱灿不过随口一说 就回答道 臣妾被大王所吃 那又有何妨呢 说霸竟真把她拖下去杀了 可怜这妃子这才如梦初醒 还来不及求情就把她拖下去煮了 而她煮人的方法更是残忍至极 有的是火烤 有的是开水烫 还有的竟然含用烟烟 真是花样繁多 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大家的胃口考虑 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举例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无名小官 是如何走上吃人这一条不归路的 当时武建章在随朝作官 他因不满随阳帝的暴政 在大殿上痛满昏君而受到满门抄战 他的儿子武云照 不甘愿就这样受暴君逼迫而死 于是便起兵造反 可惜这武云照终究是财数学前资质平平 他的起兵计划失败了 因朱灿在平时受到了武家的恩惠 朱灿决定冒险将他救了 原来朱灿在随朝为伯州刺史 当时的随朝因随阳帝开军前里便喝 并且连于饥荒之年 他一个地方官竟也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因饥荒饿死之恩不计其数 他便日日以人肉为食 可见他天性本就如此麻木不仁 这段经历让他对人肉上瘾做了铺垫 在朱灿救了武云照之后 他就收到了武家的支持 然后便运气爆棚一路开挂 在武云照之地 武云西雄阔海等人的帮助下 当上了南洋王 成为了随末十八路返王之一 加上他能说回到会笼络人心 很快他的队伍就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 后来竟有足足十万之中 他率不下渡过淮河 攻下精灵与绵羊 大肆强掠无恶不作 由于他的队伍人马众多 大多数都是亡命之徒 敌方郡县无力抵抗 武德二年正月 朱灿的兵力已达二十万之多 在汗水淮河之间飘掠 他们每攻克一个周线 就强掠周线的粮食 每个周线的粮食没有吃完就转移地点 每次离开是就把污渍禁魂 不给老百姓分毫 他还不重视农业 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饥荒 饿死的百姓尸骨堆积如山 并且还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此时的朱灿已经没有粮食可以抢夺 军队中污渍匮乏 朱灿就让士兵捉服女儿童来吃 并且对他们说 没有比人肉更好吃的东西 如果有那当然就是双份人肉了 只要国中有人 那我们又何必为粮食发仇呢 于是他便命令手下 到城中到处捉拿小孩妇女 多么的丧尽天良 朱灿军队所过之处一片死寂 累累白骨遍布战场 犹如十八层地狱的恐怖景象 虽然后期的粮草得到了攻击补充 但是吃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习 却被作为不成文的规定流传 乃至成为了一种军队文化 军中还经常举办大型的人肉宴会 还训练了专门烹饪人的研究班 他还把人比喻成饷肉 意思是说吃了之后回味无穷 还使人想念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魔 由于朱灿痴人造孽 当时怀安当地的豪强纷纷起领反抗 其中包括杨士林和田在 双方在怀园展开了交战 结果朱灿大败 为了保命 朱灿向唐高祖里员投降 唐高祖封他为楚王并拥有自治权 有一次唐高祖派遣段雀来慰劳朱灿 段雀不爱喝酒 他大心眼里看不起朱灿 在宴会上他故意问朱灿说 听说你爱吃人 那人肉又是什么味道 朱灿当然知道段雀心里的小九九 回答道吃醉鬼的肉都是酒味 就和酒糟猪肉的味道差不多 段雀一听 这不就是在说他 段雀勃然大怒道 朱灿一听 他怒火中烧 说罢就在席间捉住段雀等几十名随从 把他们煮熟吃了 随后又把城中的百姓禁书途径 前往洛阳投奔了王世充 随着唐朝的实力的不断强大 五得四年 李世民率领中人一举拿下王世充 将朱灿与段达等人全部在落水之上战首 百姓们非常痛恨他 正想用瓦石投击他的尸身 也算是为他作恶多端的一生做了了结 其实纵观中国的历史 吃人事件也时常发生 比如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 宋国被楚国围困 城内良静 百姓不忍心知自己饿死的孩子 纷纷拿出自己的孩子 与邻居家交换作为食物 然后把骨头折断为柴 在五湖乱花中 五湖中的杰族行军从不携带粮食 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 他们称其为两脚羊 如牲畜般对待他们 野间公士兵兼淫 白天则宰杀康氏 人吃人事件在历史上不计其数 其中很多都是由于战乱 饥荒导致的 所以在我们如今 综合国力强盛 人民生活富足 正因为祖国今天的强盛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不必为吃喝发愁 不必为圣迹奔波 我们更应该为自己今天的生活感到庆幸 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咱们下期视频